另外要来关心真的是非常夸张 是不是社工的神经麻痹了吗 台北市发生了非常夸张的家暴性侵案例 这名小学六年级的女生 她是惨遭自己的爸爸性侵害 班导师通知了校方 当然也赶紧向社工单位以及教育局通报 但是想不到竟然被拖了三天的时间 这位小女生才被安全的隔离开来 但是呢在这三天之前 这三天之内 小女生还和爸爸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求助无门 整个校园的针对性侵的处理流程 完全不熟悉嘛 一人口气很急迫 因为小六女生疑似被父亲性侵害 台北市社工单位 一共花了三天时间 才将小女生代理父亲罗长 第二天确认以后 因为在找母亲的过程并不顺利 所以我们没有当下立即做安静 我想这个我们可以来做安静 那时候最扯了 十点到校十五点回家 只花了七个小只花了五个小时在调的事情 三点三点回家之后就没有后续处理了 第二天我们社会局赶紧解释 不过议员之一 4月21号上午11点钟 学校老师接获消息 12点就告知校方 一路由家暴中心到校长 24小时内没有任何单位 将小女生进行安置 她还是得回家面对父亲 第二天上午十点钟 社工到校访谈一共五小时 还是无法安置女童 一直到第三天上午 才把女童送到安全地方 我们处理这个过程中间 事实上反应并不是在第一时间做了最正确的反应 郝隆斌坦诚社工处理慢半拍 事实上女童担心父亲报复 但是等不到救援 这三天假如再出状况 再多的事后检讨 恐怕都已经没用了 昨天新闻 而另外一个小女孩是十天